朝堂上十岁的万历皇帝手捧一件破棉衣 眼前一黑栽倒过去 这是冀州总兵七纪光带来的棉衣 虽说是今年刚刚下发的 却破破烂烂不成样子 冀州所有边防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的棉衣职业 最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十九位士兵被活活冻死 而这批棉衣的承办人 便是万历的老爷武清博李伟 即使是自己的亲人 万历也没网开一面 李太后心里明镜一般 若是没有首辅张居正受益 七纪光一个三平总兵 根本没办法当庭告状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将事情捅了出来 现在就看张居正要如何收场了 而张居正却没想着 咬着武清博不放 既然武清博受到牵连 依臣之见应该先查清事实 然后再考虑处置的办法 既然这样 就先让冯宝去一趟武清博的府上 冯宝刚踏进武清博府上 就听到一声嘹亮的唢呐声 武清博不堪屈辱上吊了 现在府里正忙着招魂呢 冯宝一听脸色大变 连忙要进攻报信 走进屋里一看 堂堂大名武清博 正躺在地上撒泼 看样子也是听说七季光 当朝告状的事儿 吓得不清 嘴里一直喊着冤枉 一问才知道 他是拿了钱没干活 将采购棉衣的差事外包了出去 交给一位江湖人士少大侠 听到这个结果 连张居正都松了口气 只要有人背锅 这事儿就好办了 张哥老 听我劝你 你可以借此 活成武清博 以达到敲山镇火的目的 重成邵大侠 这样两得其变 也给太后留有 经过调查 张居正得知 武清博拿到手的制衣银子是20万两 而外包给邵大侠却只付了5万两 剩下的15万全被他独吞了 而邵大侠这边 这么点钱采购20万套棉衣自然不够 他就以列冲优 拿一些泡水棉布 这一层层盘剥倒手 才酿成如今的惨剧 刑部一声令下 便将邵大侠抓捕归案 他死了 对满朝文武与前线将士 也算有个交代 可国战武清博 中保私囊 损公肥司 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实情 不能就这么算了 李太后决定 亲自对亲爹下手 好